国内疫情回问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 将从3月1号起适度放宽防疫措施 除了放宽戴口罩的规定 双铁开放饮食百货公司也将开放民众试吃 我们国内的二级疫情的警戒是维持到2月28日为止 那指挥中心也特别宣布从3月1号开始 我们可以放宽口罩的一个措施 只要符合下列7种例外的情形可以不用戴口罩 也就是包含在室内外运动、室内外拍照、直播录影等工作 还有山林海滨的活动、农渔、渔木工作 以及泡温源跟自行车、自行开车且车上都是同住的家人等 这些可以不用戴口罩 唱歌的时候就要维持戴口罩 卖场超市市场开放饰吃 搭乘双铁客运的旅客 也可以在保持距离下来隐私 在遵守防疫下 生活会逐渐的恢复正轨 我想我们大家就一起来遵守 虽然防疫规范适度松绑 但国际疫情仍然持续延烧 呼吁还没施打疫苗的民众可以尽速接种 平日也要勤洗手避免群聚 在防疫新生活的现在一同守住疫情防线 让生活能够好好继续 卡布新竹简收起采访报道 然后别投入黄疫情防御